这个实习生第一次上手术就迟到了 主刀医生车教授刚准备说手术开始 他才洗好手削好毒 慢悠悠地走进来 车教授看着这个懒散的人 要求他穿好手术服再进来 很快手术开始了 车教授接过手术刀 熟练打开患者的胸膛 这些操作对他来说行云流水 这个高难度的手术 引得手术室外众人为观 但对天下第一刀车教授而言 手术还是十分简单的 很快他就完美地完成了手术 手术室外的人也为手术的成功 送来一阵阵掌声 接下来就只剩下缝合 这种简单的操作 车教授想让这个实习生上手 但是实习生却用手直接拿着针线 看着切口 不知如何下手 站在原地发呆了几分钟 看着这个无用的实习生 车教授只好叫开实习生 结果一气自己缝合起来 术后车教授对着这个实习生 就是一顿数落 并让实习生先去急救科 实习基本操作 来到急救科 他和之前的作风一样 直接给前来护士 值班医生 每人准备了名牌香水 正在他得意的时候 被他的大学同学小美打断 小美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并向自己的老师提出 亲自对他的请求 而另一边 车教授被院长叫去 他们希望车教授可以帮助 另一财团的会长进行手术 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成功率极低 所以车教授当场拒绝 他不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出现一个污点 突然 一个漂亮的女孩 拿着花走了进来 这个是会长失散多年 被找回的女儿 更是车教授实习时的漂亮前女友 前女友的不辞而别 让他单身至今 前女友告诉车教授 他也希望不要给父亲手术 这样反而会让父亲更难受 但此刻的车教授 共享反其道而行 他决定答应院长 接下这个活儿 接下来